在我们去分析啊 咱们每一个变量对结果营养之前啊 我们现在清楚这样的事啊 就是数据当中啊 这些值都是啥值啊 有些是你看P格拉斯里边 它只有1 2 3 3可选的吧 那这是什么 这是属性值啊 那对于一个属性值来说 它是为理散的 只有1 2 3这几种 没有1.1 没有1.2 没有1.8吧 要么是1 要么是2 要么是3啊 它是只有几个值可选的 是这个样子 然后那个年龄还不一样吧 年龄 它也是一个数值类型啊 但是它什么啊 里边有8岁半的 有25 有25岁的 有3岁的 有4岁的 有100 没有100多岁 有70多岁 有60多岁的 它是在这样一个区间吧 0到100这样一个区间当中啊 它取什么值的可能性都有 那我们管这样的数据啊 它就叫做一个连续值啊 因为它不是有那么几个可选的 它就是说应该到底是什么值 它就是什么值 一个唯一的值 那这里啊 就是说 在我数据当中有两种东西 一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连续值 一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离散值 那接下来啊 我们还得去考虑一下 哎呀 分别考虑一下 离散值啊 有什么特点 连续值 它就有什么特点 然后关于这个连续值啊 和离散值 咱们在这里啊 指给大家 举这样个例子 之后啊 咱们会来慢慢 闹这个东西 那首先咱们来看吧 在数据当中 哪些是离散的 性别 只有男女两个吧 你不能说个男的是个一点多 女的是个二点多 不是一个数值吧 然后呢 还有登传地点 SQ还有C 它也是一个什么 这也是一个离散值吧 只有三颗选的 然后呢 连续值当中 刚才说了 年龄是一个连续值 还有什么 我传票价格吧 这个票70多块钱 这个票5块多 这个票6块多 它传票价格 不是分的是一个等次 不是分一个等级 不是分一个档次吧 比如说一档固定多少钱 二档固定多少钱 它这个是在一个区间上的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啊 先把我的数据啊 分成了两种格式 一个是连续值 一个是离散值 然后呢 咱们就一个来看吧 首先啊 对我的数据啊 我先这么去看 对我的这个data来说啊 我先groupby一下 groupby什么意思啊 我要看这样一件事 就是 以什么为基准 去统计哪些指标 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大家就是 做过一些其他相关工作啊 肯定对这个groupby比较熟悉了 它要做的 咱们现在看结果吧 从结果上来说 就比较好理解啊 groupby里边 我传进了一个sex 传进了一个swived 什么意思啊 咱们来看吧 首先啊 对于这个sex来说 它分了两种吧 female和male 咱们这一个女的和男的 然后呢 在女的和男的当中啊 我又对比了什么 又对比了它或名或旧 那你说 一共现在有几种东西啊 这是 这里边有两个 这里边有两个 所以说呢 我要统计啊 是四个量 这四个量啊 分别表示着 按照年龄去分 以及 不是按照年龄 按照性别 来去看一下啊 svived0和svived1里边啊 各个数值都等于多少 为什么最终 求的是个数值啊 我点count一下 进行了一个计数啊 计数完啊 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 数值的一个结果啊 这就是groupby完 这个结果 相当于是 以size和svived为键 然后去看了一下 在这个人当中啊 进行了一个计数啊 svived为0和为1的 分别有多少个 看一下吧 所有的就是 没有和非妙当中来说 嗯 现在看上的这个吧 非妙里边 就是0和1 你看0的什么呀 0的比较少啊 1的比较多啊 那说明什么啊 对于一个女性来说 被获救的非常多 不能说非常多 被获救的比较多 没被获救 这个0比较少吧 那对于男的来说呢 看起来就是0比较多 1比较少 这叫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说大部分都没被获救啊 我不知道大家 就是看那个电影的时候 记没记住几句剑台词啊 然后我最早就是在电视上 看过老板 他的那个号 然后那我什么时候 我好像刚上大学的时候 还是 有记者好像是刚上大学的时候啊 大一那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啊 太太你个号 然后去那个上映了吧 就是一个3D版本的 然后我们也是去看了 那个3D版本的 3D版本啊 觉得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剧情还都一样了 只不过说为了一个情怀嘛 为了情怀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的电影院 看了这样一件事 我之前记得当时看那个新闻啊 也看到了 说好多电影院啊 最后的时候 三场的时候 都会有一帮人在那儿喊 让妇女和儿童先走 是吧 但是 你这太你个号 是不是也这样啊 它确实也是存在 这样一个情况的 对于一个非妙来说啊 它获救的人数比较多 对妙来说啊 它获救人数比较低啊 这就是 咱们现在啊 看出来就是 在性别上来说 你说性别 对最终结果影响大不大 从当前啊 这个结果来说 还是比较大的吧 女性啊 获救几率是比较高的 男性啊 获救几率 稍微是稍微低一些了 然后呢 我把这块 这块画了一个 柱形图就完事了 你看这个代码 还是很简洁的 还是一行两点 fix size188 然后指定好 咱们每一个轴啊 它的一个标题 都是什么 然后下面就画出来 这样的结果 哇 这个结果 还得去移动一下 这个结果比较大 先来看一下吧 嗯 其实这个结果 就上面这个图啊 你看 先来看第一个图吧 第一个图啊 就是说 对于不同的性别来说 获救的几率 是有多大的 然后你看这个 female来说 female获救几率 0.7几 哇 蛮高的吧 然后对个mio来说 不到0.2是吧 这就是说啊 针对于不同的性别来说 获救几率 它是不一样的吧 这是我们现在 对性别来说 哎呀 心里有个数了 女性获救几率 远远大于男性 这是我们第一个数 心里有第一个数 第二个数来说呢 咱们再来看吧 这是统计什么 这个啊 就是我分别来看了一下 对于这个 对于个mio来说 然后男的里边 或旧的一个 你看这是蓝色代表0 蓝色代表是0 这个 这是什么色 我这个其实有点色弱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个 就说它是紫色吧 就说是 也不知道是不是紫色 反正浅红色吧 对这个浅红色来说 它就是一个1 也就是说 在mio当中里边 它左边什么 就是男的里边 它的一个比例 和女的里边的一个比例 那你看 0和1的差距啊 比较大吧 我们可以用了左图 来表示这样一个差异 也可以用右图 来表示这样一个差异 反正啊 就是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在船上啊 男的人的个数 是比女人的个数 多的多的吧 你看这块啊 这块就是统计了 男的人的一个个数 和女人的一个个数 它的一个占比 这个不是我们统计 它的一个那什么 这个不是统计 它混不过就啊 这个统计的是男性 左边是男性 右边是女性嘛 男性和女性啊 在个数上的一个占比 然后右边这个图啊 才统计的是这个 他们跟啊 获救与否的一个情况 男性来说 这个这种蓝色的 代表没被获救啊 这个深色的代表 被获救了 女性来说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得到什么结论了 就得出来这样一个结论 哇 传上 男人比女人多得多啊 但是呢 挽救的女性 或救的个数啊 却是男性的几倍啊 那这样 就是说 女性 或者几率 大概百分之七 男性 大概百分之十几 不到百分之二十吧 女性啊 大概百分之七十几 那个样子 再一个啊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台词嘛 我不知道大家 之前还记不记得这个电影了 反正 当时我去看了 因为 当时刚来大学啊 那时候啊 也没有什么事可干 基本上你说刚上 其实啊 我估计 来上咱们课同学啊 肯定有很多啊 也都是 哎呀 刚上大学 然后可能大一大二的 也有一些 大三也有一些 其实啊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 嗯 对一个生活习惯 跟不过我是一样的 我当时生活什么习惯 基本上就是白天 课也不怎么去上 然后呢 能帮别人帮我点到 点到了 我们当时玩什么 那个时候我们有个游戏特别火 叫做魔龙世界 我们天天都在看魔龙世界 其实本质来说 我是对对东西啊 玩不玩都无所谓 但是你说我一个室友 我们其实有六个人啊 就是当时住人还蛮多的 六个人 他们都玩 五个都玩 你说我能不玩吗 我不玩都不行啊 不玩感觉很不合群啊 没办法 要玩 那就一起玩 为什么 你不玩 你睡不着觉啊 基本上到了那么半夜两三点吧 这边你想睡觉 不能说两三点 一两点 这种时候啊 因为我们当时大概也会断电 但断电之后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跟我们一样 我们都我们都在那边偷电 把那个走廊的电 我们都会接进来的 我们就是这边都有高手啊 他们专门去把这个电 给他能接进来 我们都可以有电的 然后这边人想睡觉 睡不了 那边还是打本的 我有个室友啊 我们都玩叫本哥 为什么叫做一个本哥啊 就是因为天天都在刷副本啊 我的天呐 早晨起来 起比谁都早 早起相当于是做早操 哎呀 刷俩副本 然后一样 刷俩副本啊 谁人懒腰这个样子 中午呢 中午饭都不吃了 是吧 别人帮他在 我们帮他在市场 随便带着吃的吧 这就 咔咔咔咔的 干本 然后呢 到晚上也是一样的 一天到晚 基本上不干别事 天天就在刷副本 我们就给起个外号 叫做本哥 这个本哥 我关系特别好 我就想大学日子 还蛮有意思的 其实 反正现在啊 也是离开了 这些上学日子啊 但是觉着啊 这些还是挺值得怀念的 那个时候啊 就真是啊 你想学什么 你想干什么 你就真能去干什么 不像现在啊 现在来说就是 很少喜欢下 就是你想做什么 你就能做什么 普遍要干什么 我们普遍来说啊 就是无论在公司 还是你去你自己干 还是给别人干 大部分球员下 我觉得咱们大家 都是给别人去干的嘛 给别人去干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普遍上都干什么 人家怎么吩咐的 我们就怎么去干吧 那你说能开心吗 很多时候都不开心吧 像是互联网的一个行业 你说他这个离职率多高啊 太高了吧 我的一个同事啊 基本上干到个 能干到两年 我觉得算长了了 每周都有新人 每周都有人走 每周啊都有新人来 这就是互联网公司啊 就是这个行情 我不想干我就走嘛 也不像以前了 我们父母那辈 可能我那时候就是 我们父母那辈那样 因为我 因为我家的条件 也一般 父母那辈就是这样 就是他们那时候上班 就都在工厂嘛 相当于都是工人 他们那时候要说 我这个人要下岗了 这个人要没有活干 那那那简直这个家啊 都塌下来了 这就是个天大海事啊 要是有什么下岗得说的 反正现在啊 跟以前社会不一样了 现在干什么 现在人往高处走啊 我不想干我就不干了 没不扯这些公司 不扯这些人了 所以说 我觉得现在 反正也挺好的 想干什么 这个东西不喜欢 我走也无所谓 以前能走吗 以前 没有这些行业啊 基本上都是工厂 干活多啊 想走啊 还不那么好走的 然后咱们说多了 然后咱们接着回来啊 不能不能说 这个没用了 好 好 好